應用開發 好的 嗨Paul 好 那大家好 我是Paul 那個 對 今天就是來分享一下數位任性鬆 跟在做什麼 以及說 欸 現在我們可以 就是今天黑客棟可以做什麼事 那數位任性鬆是一個從去年11月開始 的一個G20V小黑客棟 那每個月固定舉辦一次 然後目前 今年到現在都還沒有間斷 所以接下來到11月 今年11月就會是中年了 所以 欸 歡迎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來 那個數位任性鬆玩 雖然10月的 跟10月日期我們還沒決定 那數位任性鬆主要在做的事情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台灣遇到天災 其實台灣很多天災 就是可能洞洞地震 颱風 然後也有一些可能 比較不友善的隔壁鄰居這樣子 所以其實 我覺得台灣是蠻需要就是 就是好好思考一下 人民要思考一下 遇到一些我們就是意外狀況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因應的做法 那尤其台灣又四面環海 然後台灣的網路完全是依賴就是那個 海底電欄 那海底電欄其實有 有心的話是很容易全部弄斷的 那就算海底電欄沒有被弄斷 但是如果遇到斷水亂電 我們也有可能沒有網路可以使用 沒有手機可以使用 那我們要怎麼樣跟大家 就是繼續保持溝通 我們要怎麼樣跟基本好友報平安 要保持聯繫 那這就是數位任性鬆 就是持續有在討論推進的一個題目 那目前數位任性鬆 最主要有在研究一個東西叫做MeshTastic 它是一個很小型的一個設備 那它是走Lora就是一個超級省電 然後可以傳很少量資料 但是就是很省電的一個設備 一個網路傳輸協定 然後它可以拿來就是 可以拿來就是像傳 像這麼小的一個設備 雖然這是Made in China 但最近已經很多人在努力要做Made in Taiwan的東西 所以這樣一台大概 就是四五百塊錢台幣就可以買到 它就可以傳到 只要你肉眼可以看到 它可以傳到10公里遠 就點內也可以傳到10公里遠 所以有一個人在那個 那個荷環山頂拿的一個這個 可能周邊的超大範圍都可以跟它通訊 那它非常省電 就是你只要接一個小小的行動電 甚至用太陽能充電 你就可以讓它維持很久 那我們現在在那個數位任性中 主要就是想要討論說 我們要怎麼樣讓這個東西 可以更普及發展 讓更多人懂得使用它 其實現在台灣已經有很多人在玩這個 所以現在有的時候運氣好有機會 可能你在台北把這個東西裝起來後 你就會連到十幾個節點 然後MeshTastic又可以做到 會幫你轉傳訊息 所以就有機會 你可能可以從台北一路轉傳到台中 可能運氣好都有機會 那如果當節點夠多的話 整個台灣 假如夠多人在用這個東西 那也許就有機會 就是你想要傳到台灣 任何一個點 都可以透過這個東西傳到 它就可以成為一個 當網際網路被中斷 當我們停電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通訊的替代品 那如果大家對於玩這個東西 感興趣的話 那歡迎可以找 我是Paul跟那個Paul 對 來討論一下 我們其實主要數量熱信松的啃主 謝謝大家 喔對 然後還有請大家 欸 現在有substack嗎 有有 對 數量熱信松有個substack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追蹤 數量熱信松的substack 這樣子有最新的數量熱信松的 那個報名資訊的話 就會立刻E-mail收到通知 這樣你就會記得可以報名 謝謝 謝謝Ronnie 謝謝